HELLO 大家好我是SYNN 今天我們不玩POPPYPANETAI 我們來換個口味 玩玩小份GAME 這款遊戲的名字叫做 備用手錶 聽起來就超份 我們來看一下遊戲說明 一個慢的拉目錄主題我在觀察值班類型的遊戲 由於我目前的財務和家庭生活狀況 我不再從事這項工作 但是不以某種形式發布它將是一種浪費 所以在這裡 所以作者的意思是 叫大家捐錢給他嗎?我才不要 異常類型 圖像 繪畫和圖片的變化 置換 物件更改位置 模仿 重複的物件 對象嘗試混合 有缺陷的替代 有缺陷的冒充者 扭曲的人類 我們先把這個截圖 這應該等一下會用到 OK 看起來有點類似我們之前玩的那一款 在家裡看監視器嘛 然後可能畫面中會有一些奇怪的東西 那你還沒看過那一集的可以先去看一下 我們直接開始今天的遊戲吧 這是一款觀察眼力的遊戲啊 看看各位視力好不好 喔 還有黑暗的模式耶 我們先從簡單的開始好不好 不要一開始選什麼黑暗模式啊 正式開始啦 要開始找奇怪的東西囉 各位跟著我一起找 現在是凌晨的 0.03分 有東西嗎? 我們先稍微的記一下這個物品的位置 通常第一天是不會發生什麼事啊 對不對 嗯哼 有奇怪的聲音耶 台車洗衣機的聲音啊 這應該洗衣機的聲音啊 不用理他 這邊 嬰兒房 嬰兒房也沒有東西 然後這裡可以 喔 這邊可以選物品 然後再選是什麼異常 唉唷這張感覺有東西耶 電腦 電腦 然後那個衣櫃開一半 感覺就有鬼 看一下喔 不會等一下一張臉 貼在螢幕上吧 我真的會哭出來喔 鏡子中看到 沒有啊 怎麼過了這麼久 什麼都沒有 台車電器 這應該是 這可以檢舉嗎 洗衣機很吵 我們檢舉洗衣機很吵 檢舉 太久了吧 沒有東西 這個報告是不成立的 那我再看一下 圖片 Can you see 喔 圖片變了 圖片變了 然後他說有太多的異常耶 屁啦 真的假的啦 我根本就沒看到有異常 再給我騙 舉報舉報舉報 快舉報 他舉報也太久了吧 我每次 我失敗了 我報告了0個異常 欸 好好喔 再一次好不好再一次 怎麼可能 我剛剛有看到旁邊那個圖片 對啦 旁邊上有字啦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檢舉啊 鏡子啦 鏡子有東西啦 等一下 這到底要怎麼選啊 還是說這個是 啊床啦 這裡是臥室對不對 臥室的鏡子上 鏡子是哪一個 應該是這個吧 鏡子 對不對 鏡子上面有血跡嘛 檢舉一下 展觀這裡有血跡 哇靠 這個報告我都要等個兩三秒 不是 二三十秒是這樣 沒有 怎麼可能沒有 你屁蛋耶 根本就看不出來有什麼改變啊 對不對 啊 好像是 等一下 這叉子好像少了一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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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錯了 剛剛燈光改變了 所以是廚房 廚房的 的 燈光是這一個 對不對 燈光改變了 我們真的不求通關 只求能夠報告出一個異常 可以吧 我們就找到一個異常就好了 一個異常 一個異常 完全沒有啊 鏡子裡面也沒有啊 全部都很正常啊 我怎麼看每一個都很正常啊 是我 是我有什麼誤會嗎 正常 正常 非常正常 遊戲是壞掉了是不是 沒有東西啊 沒有東西啊 太多異常 屁咧 哪裡 根本就沒有異常 哪裡有異常 我們再稍微的 加油一點 對加油一點 對啊 我這邊記的差不多啦 刀子 叉子 蘋果 盤子 然後那個畫我有看 鳥我也看 時鐘我也看了 問題就是我根本找不到有異常 這邊也是桌上的盤子 叉子我都看到了 然後遙控器啊什麼的我都有稍微記一下 積木12345這裡有五個積木 然後鏡子上有血跡 牆上圖片照片 床上有電腦 鏡子 對面沒東西 有一根電動牙刷 然後牙膏 洗手乳 辣椒水 這個櫃子上 櫃子上有很多盒子 下面有一個醜男的照片 不是帥哥的照片 然後刀子沒變 然後刀子沒變 叉子蘋果盤子都沒變 蒙娜麗莎的微笑沒變 桌上沒變 衣服沒變 地上的積木12345 五個沒變 床上的電腦很棒 你的屁股超臭 我老二超大 這樓梯超可怕 不是不是 我認真的問各位 除了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是哪一個 剛剛這個圖片上面有字之外 我完全找不到有什麼改變 你們有看到嗎 蛤? 沒有啊 沒有啊 有沒有什麼物品移動了 或是多出來 還是 有人啊 有屍體啊 他剛剛介紹說有屍體嗎 哪裡有屍體啊 根本什麼都沒有 隨便舉報一個 我們舉報房間 房間有屍體好不好 屍體 不是啊 他這個 他這個報告都要等20秒 我真的是有點快瘋掉了 誰怪我電燈啊 喔 房間的電燈異常 對不對 房間電燈電燈 舉報 報告一下報告一下 有嗎 有成功嗎 拜託一個就好了 至少讓我通過一個吧 不然真的是有點丟臉耶 哇 我死了 老實講我是真的沒有看過這麼難的遊戲耶 而且我突然發現我是有手電筒的 你們看 原來我可以開關手電筒啊 感覺這一點做得還不錯喔 挺有趣的 你看 有異常嗎 沒有 並沒有 時鐘也沒變 嗨 有沒有人啊 你們看到那個燈光就是我滑鼠在動的位置啊 代表我在看哪裡 OK吧 對啊 這邊都沒變啊 沒變 這裡一直有人關燈 幫他欠我打是不是啊 我看一下 還是這陰兒房 不對這不是陰兒房 這應該是臥室 臥室應該是這個圖案沒錯吧 臥室啊 臥室然後 燈光的異常啊 對啊 為什麼檢舉那麼多次都沒用 擺爛是不是啊 血跡 不是那不是血跡 屁勒你看又沒有了 明明燈光就有這閃 亂講一通 傻小啦 這鏡子上有血跡啊 但這個是什麼 這應該是屍體吧 可是我剛剛不是點過了嗎 還是我再點一次 屍體 舉報舉報 沒有 啊那個不是屍體是什麼 都噴血了 你看他又說太多異常了 但是我根本就沒發現 你們有發現嗎 到底是哪一個 啊物品改變是不是 地下室地下室 來不及了 水喔 我們應該可以隨便亂點吧 對不對 嬰兒房的圖片 不要好了 物品變換位置 可以喔 亂報一通啊 好不好 檢舉狂魔 然後這邊我們選擇 圖片 圖片是這一個 哇 又沒找到 沒事 我們現在開始就亂槍打鳥 看到什麼就檢舉 然後這邊我覺得應該是有物品改變 在這一區 但是我完全不記得 長什麼樣子 我們先選擇好了 工具間嘛 工具間的 物品 改變位置 改變位置 OK 然後再來是樓梯 樓梯的 血跡 試圖混合 對象嘗試融合 應該是這一個 樓梯 回報 然後刀子沒變 這也沒變 時鐘也沒變 對 圖片也沒變 到底哪裡改變了呢 啊哈我不知道 屁啦一個都沒有 我都已經在亂槍打鳥了 客廳客廳的 哪一個比較可能 入侵者好不好 入侵者 還是 隨便啦 入侵者啦 感覺就有入侵者在偷看電視 然後這邊 這個 這個 這個洗衣間啦 我們給他來個 哇 真的都找不到耶 物品改變 這裡應該會有一個圖片改變啦 我們來猜看看 臥室的圖片 改變 稍微等他一下 哇還是沒有 好 下一張 他的遊戲說明有一個是從鏡子看到 但是所有圖片中只有這個有鏡子啊 所以代表說這件一定有東西對不對 浴室的鏡子 鏡子是哪一個 這個的 只能在鏡中看到 拜託 又有很多雜音了啦 屁啦 我真的一個都沒有 算了 我們來體驗一下這個黑暗模式好不好 開始 黑黑 靠 這也太黑了吧 這個有耶 這感覺真的有毛到耶 但是問題是我根本找不到東西 我根本找不到東西啊好可憐喔 喔 這什麼沒事 他能不能來點提示啊 來個箭頭好不好 我覺得我應該先記東西位置啊 但是我覺得我記得差不多啦 是我記憶力有問題還是 這遊戲有問題啊 你看 是不是 這跟我們第一天看的有什麼差別嗎 沒有啊 剪刀我也看啦 還有圖片啦 那個圖片有改變對不對 看一下 看一下 臥室圖片改變 好下一個 這邊什麼都沒有 這幅畫一直也沒變 還真的有東西改變喔 但是我不知道什麼東西耶 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剛剛那一間是猜對什麼 我剛剛那一間猜對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我剛剛點好像是圖片有變 但是問題是 這一張這一張還有這一張 這一張 這一張有什麼改變嗎 應該是這一張吧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小小的照片可能有問題啊 但是我忘記 原本長什麼樣子 地下室 就是物品改變 物品改變 這一張照片是不是 怪怪的 我感覺人家照片怪怪的喔 還想躲是不是 還想躲 再給我亂躲一通沒關係啊 肯定有啊 這照片肯定有問題啊 我記得不是一隻小狗狗喔 你看是不是 沒有耶 沒有耶 改變不是那一個耶 所以是哪一個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完了 收音機電子產品移動 沒有 哎呀 完了 屁勒 我找兩個 我在黑暗模式下還找到兩個 我是不是很棒棒 我應該算強了吧 對不對 我去看一下其他人找幾個 欸我剛看到有一個人他的物品超級明顯的 為什麼 他的那個嬰兒房這裡 會多出一顆球 但是為什麼我從來沒看過 對不對 然後他的那個廚房那邊 我看一下廚房 他廚房這裡這一張畫會變 為什麼他的都這麼明顯 但是我的是怎樣 根本看不出來 完全不知道改變了什麼東西 可能是我太智障了對不起 這款遊戲跟我們上次玩的那款比起來 我覺得上一款 好玩多了真的 上一款他的改變是明顯的 而且在你看這些監視器的畫面中啊 他會出現一些人臉嘛 鬼嘛 對不對 這樣才有刺激感啊 啊這一款是怎樣 什麼都沒有 然後那個物品改變也是 幾乎看不出來是什麼東西 我就看了一下國外玩家的實況 他也沒有出現一些可怕的畫面 頂多就是像我剛講的有球嘛 然後照片稍微換了一下 就這樣而已 我本來是期待說會有什麼鬼跳出來之類的 結果都沒有 那如果你覺得你觀察力很好的話 你可以來試著體驗看看 我最高紀錄找到兩個 希望你可以超過我的紀錄好不好 好啦在我們今天影片結束之前 我有件事想跟各位講啊 我們切個畫面 這件事情呢 就是前幾天 我有放一個在實況中 錄到奇怪聲音的影片嘛 對不對 然後我看到很多人留言說 這應該是遊戲的聲音吧 遊戲的音效 遊戲人物發出來的聲音 遊戲的腳步聲 遊戲人物在喘氣 遊戲音效的BUG 我看到這些留言頭很痛啊 我都已經在最後那段把遊戲聲音刪掉了 我已經刪掉遊戲聲音了 怎麼還會是遊戲發出來的聲音呢 那有些人可能會想說 可能是遊戲裡面的聲音 發出來之後 傳到我的麥克風 有沒有這個可能 有 確實有 但是呢 你們以為我沒有檢查過嗎 所以這一次我們換個方法好不好 先聽一下原始的版本 在哪裡啊鬼鬼 你在這裡嗎 有沒有聽到有一個2的聲音 這個2的聲音我還沒有把它放大聲 你們上次聽到那個是放大之後的 它原始版本是一個非常非常小的 你們仔細聽 再聽一次 在哪裡啊鬼鬼 對不對 就一個2的聲音 然後回到我們剛講的 有沒有可能是遊戲聲音傳到麥克風 所以我們這一次把麥克風的聲音刪掉好不好 我們把麥克風靜音 靜音 只聽遊戲聲音 有嗎 這一段你們有聽到什麼耳的聲音嗎 就是腳步聲而已啊 那再把遊戲聲音放大 放大 你們有從遊戲中聽到類似 耳這個聲音嗎 我是聽不出來啊 我們再聽一次 最後一次 那我們把遊戲聲音靜音 換成麥克風 在哪裡啊鬼鬼 而且就算是腳步聲傳到麥克風好了 那為什麼整場只有這個有收到 不可能嘛對不對 我怎麼可能突然把聲音翻到最大 然後又突然縮小 神經病嘛 那當然啊 我把這件事拿出來重新說一次 並不是說什麼 我真的想裝神弄鬼還在幹嘛的 裝神弄鬼 我去找個更恐怖的聲音不好嗎 我幹嘛找個 莫名其妙不知道在幹嘛的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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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喜漢格的聲音對不對 我去找個尖叫啊 找個哭聲 是不是更有爆點 我錄到現在大概700多部的影片 這是唯一一次 真的 唯一一次 我覺得影片裡面有出現異常的地方 所以拿出來跟你們分享 我雖然覺得這應該是我 無意識發出來的聲音 對 80%是這個可能 我上一部影片講過了 但是 我聽了自己的聲音27年 我在剪這個片段的時候 我只聽了一次 就發現了這個異常的聲音 為什麼 就是因為那個聲音 我自己覺得啊 根本就不是我的 嗯 嗯 要怎麼講呢 那個 聲線嗎 那個聲線感覺就不像是我的啊 而且你們聽一下這個原始版本的音量 在哪裡啊 鬼鬼 它是非常非常小聲你知道嗎 我這樣講話是靠近麥克風嘛 但是 它這個距離 對不對 非常非常小聲 感覺就不像是跟我 同一個位置發出來的聲音啊 我在聽到這個聲音之後 其實有趣的程度是大於我的恐懼的 對不對 這麼難得耶 七八百部的影片 第一次出現這個 莫名其妙不知道誰的聲音 你不覺得很興奮嗎 這個聲音我可以憑良心跟你講 絕對不是什麼剪接啊 還是我在錄影片的時候 這邊什麼 用手機偷放聲音 沒有 這個是可以跟各位保證的 但至於這個聲音到底 是不是 所謂的靈異聲音 我只能跟你說不知道 在錄這個影片的時候啦 我是完全沒有印象 我在遊戲的過程中有聽到 類似這樣的聲音啊 這對我來說也算是一個 新奇的體驗 還蠻刺激的 OK差不多就這樣了 希望最後這一段有解答到那些留言觀眾的疑問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這部影片到這邊結束喔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點讚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 We'll see you next time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